我要一个感动一点的音乐 我就要哭了 我演绎的题目叫 酸酸甜甜就是我 我奶奶 她是我最亲的人 她人非常温柔 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小时候呢 奶奶总托我一块去买菜 我特别不喜欢走路 但是奶奶就不让我坐车 一定要我走路 而且每到星期六的时候 奶奶还多给我一个选项 就是要我陪她去公园 打老年健身操 一打就是一个小时 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就在旁边靠着树睡觉 重点来了 打完之后 奶奶还要拖着我 去买排骨 但是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买菜回家之后 奶奶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现在我长大了 总奔波在各个城市 陪奶奶的时候 就少了好多 可是我总能想起奶奶 托我去买菜的场景 想起奶奶做的糖醋排骨 它可能不是世界上最美味的 但是 却是我记忆中最深处的 最温暖的回味 我已经猜出来了 谁写的 就是他本人 绝对不是我本人 我有可能长大之后 奔波在各个城市吗 你还不够奔波在各个城市啊 你还要怎么奔波呀 好娜娜觉得是王俊凯 佳佳你觉得呢 我也同意 你也同意 我同意是小凯的 我也觉得是小凯 海盗被刚刚这个故事感动了 我一个辣椒呛到嗓子眼了 你觉得是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感觉看到友朋哥小的时候 因为现在他是一个大人 但是我就感觉听见故事 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在旁边 我就是那个感觉 你还是继续吃蝉咏吧 好 所以你们现在有三个人觉得是王俊凯 有一个人觉得是苏友朋 对吗 鉴于他现在咳得不行 我就不让他说服你们了 你们三位坚定你们的想法对不对 就是王俊凯是吗 我赌王俊凯 赌个啥呢 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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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他 哈哈哈哈 是我 哦 是你啊 嗯 好 那他们猜对了 由他们想用糖醋排骨 就是我太单纯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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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